没有一个教育机构是完美的 正如没有一所大学是完美的 相信这句话大家不陌生 在这两年多以来 我会讲了很多关于西门大学 马来西亚人家的资讯 相信大家也看到很多 关于这所大学好的一面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问题就是 这所大学会不会有不好的地方 这所大学会不会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 有 肯定有 包括我在内肯定有 那么在今天的影片 我们就从这个学校的学生 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看大家对于这所大学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然后应该怎样去让它变到更好 就怎样去改进 那么到底学生对这所大学有什么东西不满意 我们现在看影片 他们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管道 如果我们对学校的管理不满意的话 我们要去哪里 因为他跟我们讲的去 得得得 比比比 然后我们去外面的时候 然后比比比给我们的那个 给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满意 我们是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可是我们没有在 没有another地方去 complain 然后他每次跟我们讲 就这样我们去这边 可是这边他不能够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Management system 哦 OK 因为他们这边的 system 我觉得很乱啊 就是 你去这个 department 做完东西 过后 他又要进那个 department 就是 by the time 他回来 你要的 request 已经很很累了 可能一个星期很长的时间 processing 好像那些我现在我是 4th year student 我做research嘛 我要买最最便张 我要买最简单东西 我要买chemical 我要买chemical 去 conduct 我的research 就是 还要经过要给proposer 要 approve approve了过后就要找 supplier 找 supplier过后 你又要 compare compare了过后要去 office request 他们又要 go to 他们的system of 去跑到上去 approve 然后又再下来一直跟你讲 by the time 已经很迟了 我觉得一个月有差不多要 management的东西哦 对 因为我觉得很 很异谱哦 真的 你看啊 那个哦 奖学金哦 因为我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哦 他是 fis 他本来说fis 第一个same 就是fondation and science 如果你们不懂 fondation and science 第一个same 然后他觉得fondation and science 他不适合他 所以他转去fia 就是fondation and art and social science 啊对 他转过去他就没有输出去了 我朋友就直接转校了 去上课 没有一个bus可以在我去 然后走到这样一圆 也是一样哦 他的starboard 他一度我这样不是很好 就好像很松崩这样 management哦 就是很 很不喜欢他们一个东西就是 他们会一直推来推去 就是 我在confession有时候看到啦 就 他要 他要知道他自己 他想要看一下自己的assignment 去找AA AA讲老师有权利给你知道 然后 他就去问老师 老师又讲AA才有权利 就是一直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所以在结果就是找不到答案 就是我们有时候很想要知道 clarify一些东西 but then 我们很难做得到 因为 management就是一直推来推去嘛 然后 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学校有很多哦 通东西的贼 就是那个 偷冰橱的东西 就 有时候来 你想要放东西在冰橱里面 but then 你就会担心 会给人的偷掉 会给人的偷掉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有一个可能真的是有一个管道是 有一个可能真的是有一个管道是 我们可以打在去学校的 更高的 更高的 management 我们可以直接反映我们学生的烦恼 直接反映学生 应该要得到的尊重 那先把图书馆盖好啊 先把图书馆盖好啊 先把图书馆 呃做好 嗯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做一个bus 这个shutter给我做去上课 我觉得他态度一定要改变一点哦 这样子的话才会让人家 觉得很亲切啊 才会想要去 有问题的时候也去可以去找你 这样子 哦 这个我最喜欢就是他的gym 我觉得这边的gym真的是很美 如果你要是 onels啊 别有去过这样多gym 在malaysia 我觉得这边的gym for freegym啊 来讲 就算你compare to certain paid gyms right 这个gym真的很美很 very well equipped a lot of bars a lot of equipment 你会真的是念到很爽 A1到A5的那个风景 尤其在网上的时候 那个开那个灯 哇哦 要封锦 有封锦 要封锦 方箭啊 全部都很容易 其实都都不错 我最喜欢学校方面是环境啊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湖 就是很漂亮 然后刚好我宿舍的窗口是对着 夕阳的位置 然后每次下午看夕阳 觉得很解压 嗯 我觉得老师是算不错 因为老师都很专业 然后他的教师 他虽然讲 有些可能教法有一点无聊 可是他们提供的那些 呃 呃 知识啊 都是有在的 学习环境啊 他的学习环境是很好的 还有宿舍也是很好的 还有屋室也是很好的 啊 屋室也是很好的 嘿嘿 我很喜欢自己的环境 实际 我很满意他自己的那些设备啊 就 环境哦 就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的环境 然后他又让你住在里面嘛 你不用担心 吃啊 睡啊 学习啊 全部东西都很方便 走 走 走路又可以 然后 食物又不用担心 去外面想啊 找啊 这里就是很方便 就是这种东西哦 我本身觉得 做的不够好 OK 现在没有关系的 但最重要是 愿意去接受学生们的反馈 愿意去反省 然后去 把东西变到更好 这样子 这所大学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哦 这是我对这我大学的 一段小小的祝福 关于这我大学的资讯 可以去到我的频道来看一看 就这样子拉大家 不要讲太多 拜拜